网路诈骗老套手法不要再上当了 玉璃正有一名中年富人前往土地银行表示 他要跨海汇款新台币100万元 承败行员警觉通报警帮到场协助了解这个富人状况 经过调查发现这个富人是被网路交友对象诈骗取材 经过远警劝说之后才没有上当 网路诈骗老套手法别再上当了 玉璃正一名中年富人前往土地银行表示 要跨海汇款新台币100万元 承败行员警觉通报警方到场协助了解富人的状况 经查发现富人被网路交友对象诈骗取材 经过玉璃派出所远警劝说之后才没有上当 这些田野命运在引诱一些比较成年的妇女 可能他没有一些恋爱的经历 用这种方式来诱惑富人 大概都是用这种方式 这种遭受诈骗真实案例层出不穷 切勿相信看不到的爱情 在网路上另一头没见过面的陌生人更是有诈 远警的苦口婆心终于点醒富人 在听完分析之后大梦惊醒 非常感谢行员以及远警帮他保住了 辛苦存下来的老本 我们对于这个诈骗 每一个人都要提高警觉 这个诈骗的手法是千遍万化 不外乎就是说我们对这个 这个千遍千遍万遍不理ATM 对这个诈骗电话就是要一听二挂三查证 这个这样子才不会受到这个 诈骗集团的危害 分局长陈伟文说 约理分局相当重视反诈骗的专案工作 除了编排反诈骗勤务之外 也特别叮咛同仁加强向民众宣导 也希望民众对于诈骗的手法 能够伸直内心以防止遭受诈骗 再次宣导防诈口诀 陌生电话不牢靠 反复查询很重要 千遍万遍就是不理ATM 反诈骗专前165一听二挂三查证 免于遭受诈骗集团的危害 记者高双双预证采访报道